最近听到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澳洲的房市疯了 很多人追高都买不到自己心仪的房子 那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呢 我们应该在这种环境下做好怎样的准备呢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家一起聊澳房的频道 我是住在布里斯班的Yoyo 专注于昆州房产投资 为您提供详细专业的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知识分享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和点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更新了 今年第一个季度的房产市场就出现异常火爆的局面 没想到在1月初预测的这个房产市场 大概率会发生的几件事情都已经在提前发生着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 欢迎点击视频观看 我们先通过几张图来了解一下 目前澳洲的房产市场 这几张图大家或许已经很熟悉了 Tologic数据显示呢 2月份全国房屋价格飙升了2.1% 这也是自2003年8月份单月涨幅最高之后的17年以来 最大的月度价格涨幅 那么事实上呢 自去年10月底以来 房产市场就已经从湖底反弹 全澳房产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 拍卖清盘率呢 也是房产市场的直接反应 当拍卖清盘率始终保持在80%左右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市场上的买主多于卖家 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方市场 3月份的清盘率 各大首府城市飙升接近90% 与去年同期相比呢 拍卖数量在差不多的情况下 不同的收府城市的清盘率 也从20% 30%增加到了80% 90% 充分显示出呢 购房者想要进入市场的热情 挡也挡住 最后这两幅图呢 据数据统计 不包含refinance的贷款 那么今年1月份的自住者贷款量 是占到房屋贷款总量的76% 同比增长了52.3% 投资者贷款量也从去年年底开始回升 占到房屋贷款总量的24% 同比增长了22.7% 那么这样火热的房产市场还能持续多久呢 具体多长时间没有人可以预测 但是一定不会一直这样涨下去 从去年开始 央行就三次降息 并且大量的印钞 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刺激 让更多人去消费 把这些钱都涌入到房地产当中 那么房价上涨呢 也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房价上涨的过快过猛所带来一些隐患的时候 相信央行和货币官员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过去的30年呢 基本利息一直都是跟随房价的涨跌而做一系列调整 那低利息的话呢 就会刺激房价的上升 房价上升过快的时候呢 利息也会随之上调 当然从目前的这个固定2到3年的利息来看呢 利息大幅度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如何去调控呢 邻国新西兰央行呢宣布在3月1号 银行只将20%的新贷款的比例分配给LVR超过80%的贷款 从5月1号开始呢 投资贷款这个LVR也会降至60% 那么能够分配不到的名额呢 新贷款名额也只有5% 那么澳洲央行会联合政府会推出哪些新的措施呢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从这幅图我们不难看出 在09年20年的这个补贴政策的刺激下呢 的确对房产市场起到了一个推进的作用 但随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补贴的停止 那也会让一部分的首次置业者退出市场 那么对房产过热也会起到一个削弱的作用 原本定在4月1号出台的这个负责任借贷法改革 也将推迟在6月份之后 所以从短期来看呢 房产市场的这种热情呢 并没有削弱的迹象 但随着房产过热和政府的干预呢 相信房产市场一定会趋向理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可以做好哪些准备呢 第一就是心态决定结果 目前的这个房市会让很多人都有这种FOMO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的这种 唯恐失去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心态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态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拍卖现场 都出现了这种高溢价的成交 高出了指导价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如果买家带着这样的一种焦虑心态呢 他一定不会做出一个明确理智的决定 将来也会为自己的冲动结果而买单 其实有很好的心态呢 不光是在买房产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受益 举个例子啊 作为是有孩子的家长们 我们经常会不同程度的被商家的这句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广告词所毒害 那么其实这个起跑线并不是形形色色的才艺补习班 这真正的起跑线就是我们家长自己 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孩子看世界的这个起点 因为父母是孩子最早接触到的社会人 那么你代表了他认为的这个社会人应有的高度 如果我们自己每一天都生活在焦虑当中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就去硬要拔苗助长 那换来的最终也是孩子的叛逆和厌恶 所以跟知识技能相比较呢 身心健康完整的人格才是更硬的起跑线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同理在进入疯狂的房产市场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做好充分的功课准备 才不会让自己呢做出冲动后悔的决定 第二个呢就是制定明确目标随时的调整策略 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强大的原因 Why在背后做支持 因为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人云亦云 没有找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一定没有办法长期的坚持 或者很容易呢就迷失方向 有时候甚至背道而驰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个单身小明 他的收入呢存款都非常好 可以非常轻松呢做两套投资房 不仅呢可以合理最大化的避税 同时还提高了总体收入 便于以后再融资 那么又或者是呢 可以带着投资的眼光呢 先买一套可以负担的这个自住房 拿到政府的所有的补贴 再住满一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转成投资房 那么在这期间还可以考虑再做一套投资房 那目前呢这两个方案 其实都是非常适合他的 但是由于周边的这个朋友啊 都陆续购买了很大的这个自住房 不知道是出于面子还是出于 虚荣心啊 那最后呢小明他也买了一套完全超乎自己预算的大别墅 不光用尽贷款额度 那么首付不够还要向父母去借 房价也超出了政府给出的这个补贴福利 自从小明背上了这套首次之夜大别墅呢 他的贷款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今后想要继续投资的话呢 要花别人更多的时间去等待 如果之后把它转成投资房呢 这样的一个投资回报也不会特别的高 也不能够完全负担所有的养房成本 所以说呀 当我们如果有一个非常明确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很容易的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 当然策略呢 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 但是我们一定不会做背道而驰的这些事情 第三个呢就是构建健康的财税体制 市场疯狂 但是我们的头脑要清醒 我们先跟专业团队咨询一下 下一套物业要用什么样的主体去购买 是以个人名义 信托还是养老金等等 因为主体不同会牵扯到贷款结构 还有包括能贷款的金额税务等 一系列会产生不同的收益结果 那么这些呢 都是跟我们在制定明确目标的时候 立不可分的 但如果前期没有考虑清楚之后 必定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解决 那就得不偿失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预留足够的现金流去应付 未来的贷款税务政策 可能会发生的变化 比如说如果利息涨到5%或者是7%的时候 或者是取消了只还利息的 这样的一个还款方式 那么我们还能否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应对呢 那再譬如说 如果银行的这个限制LVR贷款比例 我们能否拿出更多的手术去投资呢 再譬如说 如果政府取消了这个复扣税政策 是否还能有正向现金流去养房呢 等等 所以当我们储备了足够的知识 我们才会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才有可能全方位的让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的稳健 第四个呢 就是不要总幻想着完美的物业和总想着抄底方式 很多人呢 我什么时候入市可以抄底 答案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在哪个准确的时间是市场的最低位 就算你买在了最低点 如果你买的物业不对 贷款税务的结构都不对的话 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家知道去年房价最低点是在什么时候吗 留言区告诉我 那么现在回看历史呢 我也感觉到自己很幸运 在去年房市的最低点 利用大多数人不为人知的这种贷款策略 置换了一套房产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话呢 欢迎点击链接查看 所以在去年房产最低 大家都还在观望的时候呢 我就入市了 那么最佳的入市时间呢 是需要对房产有所了解和一个基本的把握的 如果财务上还有心理上都准备好了 那其实就是可以入市了 清楚的知道自己入市的动机是什么 另外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只有合适 就像找老公老婆如此 其实买房也是一样的 回想过去你要问我哪套物业买的完美 我想说没有一套物业 是可以达到完美的这个标准的 但基本上呢 这些房产都已经在帮我实现我的投资目标 也非常适合我当时当下的一个情况 以下四幅图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前面两幅图概括了从1993年到2018年这25年的房产市场 全澳别墅每年平均的涨幅为6.8% 公寓涨幅为5.9% 别墅呢从93年的全澳均价11万到2018年的57万 25年间呢经历了412%的增长 假设按照同样的速度增长 再过25年也就是2043年 全澳的别墅均价呢会达到290万左右 那么公寓呢也会达到210万左右 当然呢暂且我们不说能否有持续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保守的估算一下 如果我们在2018年或者之前购入房产 那么25年以后大概会值多少钱呢 2043年呢也是很多我们80后面临退休的这样一个年 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在为自己的退休做计划呢 希望我们在退休的时候呢都可以很体面的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第五自己管理物业真的省钱吗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经常说买房容易管房难 想想你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时间经历 在未来的25年内管理自己的这个投资物业组合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我们自己管房的分析视频的话呢 请点击上方查看 所以说一个靠谱专业的物业管理团队呢 是可以帮助您的物业长期取得最大化和最稳健的投资回报 如果大家想听听物业经理都会遇到哪些奇葩的事情呢 欢迎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深物业经理会很乐意的与您分享如何管理好物业的经验 视频最后呢也祝各位房产投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房产投资策略 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分析呢 欢迎您点赞订阅转发给需要的小伙伴们 我是专门分析房产的故村悠悠 感谢您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